大家好 欢迎收听Billy巴拉博 今天我刚刚收到这本书 叫做The Faith Between Us 而这本书就是说Catholic和Jewel 一个我自己看过也非常inspired 甚至可以说是其中一个我识经的启蒙 一个天主教学者 叫做Scott Cobb和Peter Babaga 就是一个犹太拉比一起合作写的一本书 今天刚刚收到的 如何刚刚收到可以介绍呢? 就是介绍这本Life in Year One Year One的意思是公元01年 技术的意思是耶稣出世不在公元一年 但我们不深究这件事 他也是纯粹有个生弊 这本书有什么特别呢? 如果你看他的节目的时候 你会看到他介绍 我想你也看不到 即是公元一世纪的时候 当时人们对钱、家、食物、冲凉、健康、宗教 对什么为止是尊重的 这么多个项目的一些看法 对战争和死亡 令我们对背景有一个3D 或者Virtualized的认识很重要 我们经常读圣经的时候 要投入想像 但我们自己想像出来的世界 像童话世界 或者Law of the Ring那种 战争的世界多 像真真正正圣经的时代 例如引起我多深的一些东西 例如我们平时读《利未记》 或者《文数记》 读到一些礼仪上的东西 我们最初接触的时候 Bible 101就会教我们 这些全部是礼仪 最重要是恩信称义 最重要是耶稣得救 其他东西是律法子叫人知罪 这叫101 201是什么呢? 原来这些礼仪都预表基督 例如反制代表耶稣基督 完全的奉上 数制代表他的Purify 在地上的洁净 平安制 总之全部什么制 或者什么节日 都是预表基督 201 301就是当我听李施敬博士的时候 他特别说《利未记》 文数记、生命记都有打的 或者现在讲CD 上网都可以听到 他里面说到 原来这些东西都是当时后臣 透过这些让人来学习信服 和学习去敬畏神 避神 接纳和喜悦 这是301 这本书是用一个 我个人觉得 都挺深入淺出 和是一个很电影感的方法 来让我们明白到401 401得离不算深 有什么特别呢? 例如他当中讲到 洗澡和健康的部分 你就会发觉 原来 从我刚才所说的 甚至乎 有些 我都觉得是101 就是说到 那些洁症 各方面的礼仪 就是和医学有关的 当时 神已经给到他们 很多在没有医疗知识的时候 都懂得如何去注意维生 这些全部都未必是正确答案 因为 古时候的世界 我们要想像 是比现在 是骚髒一万倍 基本上 周街都是 省拒 周街的屎尿屁 全部就是这样 搏出街 其实去到18世纪 都还是这样的 整条街是臭气昏天 甚至乎 我们前几天分享了 这个 颈旁的 撒马尼亚夫人 颈部都是非常 骚髒 这些是不准备的 因为水资源有限 对卫生的常识各方面 都有限 周街 应真舒畅 没有咳 正老院喝 所以 非常骚髒的情况 对于他们来说 潔症 这个熟灵的概念 就不单止是礼仪 这么简单 因为你要知道 他们是超级 骚髒的 你首先要记住 第二 就是 他不单止是 信服神 这么简单 甚至乎 如果我们经常说 信服神的时候 我们去到一个 灵意的信服就够了 我们不需要 追求礼仪 如果既然我 心态上 已经追求的时候 我那些事情 就做得很笨 那 为什么 犹太人 不会读信力行 那 我们解释就是 律法主义 宗教主义 就笨 但是 当你在一个 骚髒 骚髒 的社会里面 哪个人能够干净呢 是那些有钱人 甚至乎 有钱的人 都未必 能够非常干净 唯一我能够想到 全世界当时最干净的 就是罗马 因为罗马 它有几条的水道 来到去用几十公里 计算斜坡的力壳 来到去流水 令到普通平民百姓 都有凉冲 所以当时 罗马 为什么 不单止是 条条大陆普通罗马威 而且是 世界上最干净的城市 当时 应该人民 应该 最健康 最长寿的 在这种情况当中 怎样 知道 神月纳里 根据成功神学 或者你看到 阿伯拉罕 以撒亚国 那些例子 就是族长 你受神祝福 你最多的 reward 或者是财富 那你就证明到 神是祝福你了 那如果你不是一个这样的人的时候 怎样证明 神祝福我呢 就透过献祭 就透过结正 那这个就绝对不是礼仪 这么简单 因为你在一个正常的生活当中 你除非超有钱 否则是无法结症 你仍然都是一个低下阶层 但是 而一神告诉你 你透过这个礼仪的途径 我在我面前 你就是被蒙月纳 你就是蒙月静的日位 你突然间的身份提高了十倍 或者不知道 我和你的有钱人都是这么多 但是 因为我是蒙月纳的 为什么我蒙月纳 因为我追求一套礼仪 这套礼仪 什么都不重要 我这么说 只要我追求的时候 在神面前 我就是蒙月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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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其实跟我们现在所信仰 说我们认罪悔改 相信耶稣是基督 是神的儿子 这个其实是因脈相承 其实我们做过什么 没有做过什么 我们又不是特别厉害 又不是特别厉害 但是最后蒙月纳 就是透过耶稣儿子的血 所以 为何新约的时候 说耶稣的旧属 是同旧 有一个旧属 原因就是这样 当我们明白了 当时的世界对于结症 和当时的世界 真正是不可能结症 这个概念的时候 很多东西就会一理通白明明了 另外除了之外 还有很多不同的东西 今次就不说太多了 只说一样 所以 未来 我会再看我第二本 Scott Cook的书 就是Faith Between Us 那 稍后有机会再分享 多谢大家收听Bili Bala Talk 我们下期再见